不斷地調整 調整到對居民 對所有的利益關係人 大家的意見都要接受 都要去做調整 包括了環境的考量 生態的考量等等 所以他們前面的規劃時間 非常非常的久 再加上氣候面積的因素進來 又要重新再去做調整 但是 他一旦政策定了做了 就不會反悔 這個就會很順利的 在很短的時間去把它做好 而且不會有人出來抗爭 因為前面都解決了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今天 所希望穿搭的一個訊息 在這邊 我們除了 考慮到氣候面積的調適以外 這個是第二個重點 就是我們一開始會提劉縣長的例子 或其他工程的例子都一樣 利害關係人 或者叫做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的參與 提升政府跟民眾共同參與的這個部分 我們過去做工程 剛剛講很容易啊 我只要說往哪裡走 就往哪裡走 大家不能說不 因為工部門的力量非常大 但是既然現在我們是 我們是服務業 我們是為民眾服務 而且其實是要滿足他們的需求 安全快速的到達他的目的地 這個是基本需求的話 那麼他也必須滿足他的其他的一些需求 也許他覺得這條路 這樣能夠做得漂亮 也許他覺得這條路做好之後 不要破壞他美麗的家鄉 不要帶來過度的人潮等等 譬如說這是你蘇花糕 或蘇花蹄來當例子來說明 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因為大家考慮的面向不一樣 有的人從經濟的面向考慮 有的人從環境的面向考慮 這裡面有的是老師 有的是作家 有的是醫生 但是想法都不同 其實我們真正要做的是 怎麼這樣在一開始 先調和大家的這些想法 不見得是我 其實我覺得我們 因為我們是服務業 所以我覺得我們工程師原則上 工程師沒有什麼立場可言 我們是提供工程服務 你說要往越北 要往東 要做多大 我就幫你做多大 只不過現在的過程裡面 真正去這個部分 是我們在執行工程的時候 必須要設計一個機制 能夠去考量這些 像這幾天另外一個案子 也在想說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 是從建會的案子 是重建會的案子 就是有關於那個 要把廬山溫泉放到春陽溫泉 去開發春陽溫泉的這個 那因為這個南投縣政府的副縣長辦了說明會 然後就有部落的這個朋友在問 為什麼你們一開始在做規劃的時候 都沒有問我們民眾的意見 等到你規劃好了之後 才讓我們知道 那這個副縣長就代表回答就是 那工程本來就要先規劃 才能問大家的意見啊 不規劃好你們怎麼去表達意見呢 可是其實 各位假如說慢慢的能夠了解到現在 世界各國的趨勢跟工程規劃的想法的話 其實不是在工程的可行性評估做完 一直到了要環評的這個階段 才在環評裡面請環評的顧問公司 來做一個民意的調查 那樣子的話 工程一定是有非常大的阻力 是在一開始在規劃的初期 好主管機關很可能在那個時候 就必須要把民眾的意見納進來 各位覺得這太荒謬了 我們工程師應該是專業的 民眾不懂專業 他們懂什麼 他們知道從哪邊開過去比較困難 需要比較多錢 對 民眾完全不懂 大家說清楚都沒有錯 民眾完全不懂 民眾也不會替你考慮 但是 對不對 人民最大 人民最大 這一點要是沒有顧好的話 後面 你會發現 大家常常都在兜圈圈 一直在打轉 計畫推不動又改 推不動又改 然後呢 有的時候碰到在環評的時候也好 或者甚至有了比較大的案子 你到了區尾 或者是都尾 你不斷打轉 我自己參與了幾個案子 像弄野蠻場的案子 在內政部 營建署 在區尾在審 審七年 到最後審到縣政府跟他檢閱 就因為什麼 民眾不斷的抗爭 不斷的抗爭 不斷的抗爭 搞七年 委員全部都換了好幾屆 這案子還過不了 那個都是什麼 在我們一開始 在這些階段裡面呢 沒有辦法去落實民眾的殘餘 在這個階段有時候這樣講 不是說民眾的想法都是錯的 也不是說民眾的想法都是對的 主要是說我做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民眾要的 是不是他要的 假如說你能夠在這些人 他一開始就參與 讓他知道說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做A的方式做B的方式做 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 等到最後他覺得說 表解這麼多困難 他會同意你所提出來的專業判斷 那也許是當我們身為工程師 在這個過程裡面發現說 其實我們所提的東西 根本不是民眾要的 那我們何苦進行這個案子呢 他就會覺得我這個人 講話太不負責任了 因為我是徐霞老師 我不是政府機關 我是政府首長 所以可以這樣子 不負責任的發言 但是不是這樣 確實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在這張投影片裡面 唯一要跟大家強調 其實在每一個階段裡面 尤其是在前面的階段 都要考慮到 對於這個利害相關人 這些人不是只有 是使用工程的民眾 不是只有我們去徵收 他土地的地主 利害相關人的 定義非常的廣泛 他也包括了什麼 他也包括了銀行 融資貸款的銀行 他也包括了當地的郭曉老師 也包括了環保團體 也包括了新聞媒體 所有沾得上鞭的人 甚至於說其他的縣民 非本鄉的鄉民 都算是 都連得上 沾得上鞭的人都算是 大家會覺得這太半無邊際了 但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社會的現況 跟未來 未來這個部分 只會越來越強調 我們所碰到的阻力 只會越來越大 不會越來越小 所以怎麼樣能夠先認清楚 這個趨勢 而儘量 儘量 能夠在有限的範圍裡面 把這個意見納進去 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個好處 那當然在這裡 我也不得不承認說 尤其是在公家機關裡 各位 你們都有壓力 你們都有時間上的壓力 長官說這個案子 應該行的時候 要怎麼樣 幾年幾月到哪裡 幾年幾月 做到哪裡 幾年幾月做到哪裡 好像根本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什麼 制度上的問題 一樣 將來你們當了次長 部長這個部分 一定要能夠思考 不能夠說 光是把那個時間 全部都卡死了 那這個部分做不好 其實後面 問題更多 我想各位應該都 比我有更深刻的感受 第三個是有關於風險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我們過去 比較少考慮到的 在工程裡面 我們在北京評估的時候 去算本一筆 對不對 或者一本筆 這個 尤其是道路最好算的 經濟效率是多少 有多少車能夠過去 怎麼樣 節省多少時間 成本是什麼 這很容易算 但是呢 但是呢 災害的影響到底在哪裡 災害的影響到底在哪裡 這要把它給算進來 所謂的災害也好 對環境的影響 這都屬於外部的成本 能夠避免災害 你也可以把它算成 降低成本 也可以算是增加效益 這一個圖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圖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綠色的線呢 是指災害的頻率 回歸期越久的地震 發生的頻率當然就越低 藍色這條線只是規模 這個 頻率越低的 地震 規模越大的地震 它的頻率相對是越低的 那麼 把頻率呢 跟規模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去考慮到 所謂的災災的成本的話 大概是 會有這樣的一條線的 Frequency and Magnitude 都考慮在一起的話 是一條線 我們到底要把我們所謂災害的頻率 把它定在哪裡 其實就影響到我們 對不對 剛剛講我們是要 50年的設計標準 還是要100年的保護標準 還是要200年的 其實都考慮到成本 那成本的這個政策 不是我們自己講的 一定是政府相關部門去講的 我們必須要畫那條線 但是面對現在的氣候變遷 這個要畫在哪裡 面對現在民眾對於公務門的需求 這個要畫在哪裡 是很值得思考的 到目前為止 大家比較沒有想到這個點 想到這個地方 沒有把它納進來 原本的橋斷了 我就再把它弄通 哪裡需要個橋 我就做 等一筆照算 但是有沒有想到說 災害會有什麼樣規模的災害 來的時候 萬一這個橋斷掉 我後續衍生的 維修的 恢復的成本也好 交通中斷的成本也好 等等相關的 這些我們把它算進來 考量沒有 對不對 不對 我們將來在考慮這些的時候 也必須把風險的概念 風險的成本 跟降低風險的效益 考慮進來 那個才會比較完全一點 那麼 從所謂的 試著 這個東西現在我們國家還沒有 國家也有了 所以脆弱度的指標 不管是國土的利用 區域的計劃等等 所謂的脆弱度值 就是災害來的時候 它可能發生災害的規模大小 就是損失的大小 我們可以這樣講 把這個東西要能夠弄清楚 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要保護到什麼程度 工程要做到 強到什麼程度 接下來這個部分 也是比較屬於政府的部門 不管先是政府 尤其中央政府應該做的 就是相關的災害的前世的蒐集 像最近可能大家比較 比較新的 是有關對坡地災害的重視 包括順向坡也好 其實不管什麼順向坡 基本上我們過去水災 地震 土石流 都做得差不多了 現在開始注意什麼 坡地災害 那地質法就直接涉及到 坡地災害相關的一些問題 那我在我們 我自己學校專班的裡面 有很多是做建築的建設 他們就極力反對地質法 對於新的 蓋的社區來講 地質法影響不大 因為原本就有各種不同的審查的機制在 但是呢 對於已經建好的這些社區 尤其是有一些是 屬於老秉堅時代的 地質法一公佈 那個社區的房子馬上就不值錢 可是那個對於工程人員來講 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是必要 我要是沒有這些很詳細的資訊 我怎麼樣去設計呢 設計我怎麼樣去評估 我要設計到什麼程度呢 對不對 我要設計到什麼程度呢 所以這個部分呢 這個政府責無兩代 現在的話 以坡地災害來講 是中央 那個經濟股的中央地調所在做 將來的話 明年換自負 裡面的話 負責這一塊的會是 地調所 加上現在的礦物局 加上水保局的防災中心 三個台灣合併起來呢 針對坡地的災害提供相關的資訊 將來大家都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另外也是所謂的 減災的指導原則 剛才講風險要定到哪裡 設計面減災 另外呢 包括了說今天 面對 這樣大家做結構的計算等等 都會去算負地震的危害度評估等等 但是 並不是所有的工程 都會做到這個部分 對不對 所以這些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 減災的設計要考慮到什麼程度 到底 我斷層帶 該不該怎麼樣去把它定出來 50公尺 100公尺的範圍 我到底應該怎麼樣去 訂定我的結構相關的要求 這將來呢 也是政府必須要做的事